尖锐石油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性病之一,发病率高而且患病,则有不断上升的趋势。 那么,尖锐石油成因呢?本班从四方面入手解答本系尖锐石油的成因。 第一方面,不解的性行为,有的人性行为频繁,性万侣多,性生活混乱,甚至有的人性交开始的年龄小,这些人尖锐石油的发病率也高。 第二方面,自身免疫力低下,治悲性接触传染,形成的尖锐石油的病因。 接触尖锐石油患者的分泌物你获得污染的用具,如沾有分泌物的毛巾,脚步叫盆,预备,甚至于厕所的马桶圈等,均可成为尖锐石油的病因。 第三方面,吸烟和饮酒,因为吸烟和饮酒,能降低人体免疫功能。 有人调查发现,吸烟超过十年者明显增加,为尖锐石症的复发机会。 而且,酒精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,减轻焦虑,增加性欲及蔓延行为,使性伴侣增多。 同时,酒后避孕套的使用减少,暴力性性行为增多,生殖器损伤的机会和程度增加,也增加了该病的发病和复发率。 第四方面,买伤感染,乳头流病毒,刻进皮肤或粘膜上的小小破裂伤口侵入体内。 经过潜伏数日,病均白直到足够的树木便开始发病,成为尖锐石油的病因,因此,要谨慎对待破裂的伤口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